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知初 性本事 性相近 习相远 久不教 性賴千 教之道 貴以尊 识晚母 贼伦处 子不可 断基柱 你们知不知道我读什么呀? 你们在读三子经 三子经是什么呀? 三子经是我的古代专名 与启蒙教材 传书内容 分为三字为一句 便于乱读 容易背诵 孩子材料可从中吸收知识外 更重要的是 可以学到 代人有礼的人生观 三子经的内容 包括肯讲 有天文 地理 科学常识 历史知识 人格教育 品德培养 生活伦理等 鄧宁希 知不知识 漫母 贼伦处 子不可 和断基柱是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不如董德培琪和我们说一下 哦 你们有没有听过 曼母三痴的故事呢? 没有啊 那就等我告诉你 不知了 从前 中国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 曼子出生在山东周城 曼子三岁时丧父 又母亲自己一个人 样子她大 曼家附近一块毛地 送丧的队伍经常从曼家门口经过 曼子就学送丧的队伍哭的样子 曼母很生气 认为不理于她读书 就把家搬进城里面 到了城里面 她家住在一个很吵很吵的城里面 有杀猪星 劫卖星 曼子还和她邻居的儿子 玩起买卖的游戏 曼母都觉得这个地方很难集中心思读书 再次把家搬进攻城对面 下历每月初一 这一日 官员就会进入民朝 行礼跪拜 曼子见到就一一地记住 曼母想 这个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 曼母就住了下来了 有一次 因为曼子不用工读书 所以逃回家 曼母立刻拿起剪刀 是继布机想继紧的布剪断 而且对曼子说 求学的道理和我继布的道理一样 要一丝一丝地继 才继到一块有用的布 学习都一样 要经过长时间的累积 才可以成到大成就 好像你这样不用工读书 怎样可以成到大成就呢 曼子听到很惭愧 从此发愤向学 终于成了一位饱学高得的成员 这个故事真是好好听啊 欢迎大家收看 《语文大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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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大放松》